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从未想到 巴黎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变成一座空寂无人的死城 从中国武汉发端的威力 就这样蔓延到全世界 而美国和欧洲 这些作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国家 居然受害最深 弄得纽约尸体堆积 多得尽难以埋葬 这难道不令人生死 然而国际媒体只发布 各国每天死亡的人数 却没有任何议论 这些瘟疫背后的思想危机 居然成了禁忌 台湾面对这场大战乱 就我所知 受害几乎最轻 不能不说是大家的幸运 这也说明台湾社会 从政府到医疗卫生 和各行各业 所做的回应措施 及时而得到 台湾近半个世纪以来 从政治到经济 从文化教育到科技 和医疗卫生 各方面都蒸蒸日上 可是有物共同 台湾社会非常开放 政治民主 思想和言论自由 你们21世纪出生与成长的 年轻一代大学毕业生 应该了解到 这相当优越的处境 从而面对未来 也做出自己的贡献 你们身上没有上一个世纪 政治与意识形态 沉重的包袱 也不必像前辈那样 寄希望与所谓的乌托邦 各无需指望 形形色色救世主的空头许诺 大可立足台湾 面对当今事件 去开创自己的人生 你们完成了学业 取得了谋生就业的 基本知识和技能 但这仅仅是事业的起步 学无止境 在工作中取得经验 不断进修 才会总有长进 乃至于做出成就 这可是一生的事 人生固然会遇到种种难题 在困境中 固然可以向亲友求助 但独立思考 自力更生 这是助人的根基 面对现实 冷静关注 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中 吸取教训 根据可能的条件 做出判断 决定取舍 这呢是实实在在 生活的智慧 未来难以预测 就眼前这场温宇而言 事先没有预警 也不知何时终结 但纵观世界 当疫情发作 一些老牌的工业大国 居然连如此简单 应急的口罩都没有 我在的这巴黎 三个月之后 才在药房买到 打开一看 既然来自中国 安徽省 安庆市 淮宁县 金拱镇 这样的乡镇企业 所谓全球化到这地步 难怪温宇不到处蔓延 弄得六百多万人感染 导致三十七万人去难 难道不该深思 相比之下 不能不说 台湾人还是有智慧 既有先进的科技研发 又保存了日常生活 卫生用品的生产 而你们的新一代 的台湾青年 更应该放言实践 纵观全球正面与负面的经验教训 认真思考 进一步做出回应 西方的教育固然开放 但只是教书 而台湾的教育 既教书又教怎么做人 台湾社会看着人情和乡情 没有西方那么多的 社会冲突和暴力 相对和谐而温馨 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的台湾青年 如果能进一步开拓视野 研究中西方的文化与历史 想必会做出更为新鲜的认识 这几年来 我不断呼吁现实的新一轮文艺复兴 也得到台湾文化界的朋友们热烈回应 以台湾现有的这样优越的社会条件 从西方文化的发源地 处于欧亚非交界地中海滨的古希腊相比 地域和人口大致相当 同样地处边缘 在东西方之间 现今的希腊 却在无畏畏 危机四起 极重难反 而台湾不仅社会富裕 经济繁荣 文化与思想又如此开放 只要放眼世界 纵观人类的古往今来 如果也充分意识到 可能承担着历史使命 想必会别开生命 更新视野涌现出一番新思想 这就是我对台湾新一代纪念要说的话 记忆的希望 谢谢大家